27. 明報、中加長氣等十五公司獲大股東增持 2015年7月11日經濟B05明報專訊 儘管股票市場敵蕩起伏 但近期聯交所公告發布平台的氣氛卻是一片喜慶 繼前日七家上市公司發營起後 作中之企業繼續配合國家政策 推出多個利好消息 大股東增持普遍被市場思維積極信號 僅昨天一天 就有十五家上市公司公布大股東增持公司股份計劃 中國交通建設1800 中國白銀0815及長城汽車2333 均榜上有名 本州宣布有增持計劃的公司數量已必近五十家 翻查資料 上週港股全州僅有二家公司大股東增持 除增持外 發工過回購及保證不減持的疫交上週有大幅增加 除此之外 業績的利好消息無疑也是亂世之中的一場及時雨 中國銀河證券6881公布 收益於公司傳統經紀業務 融資融圈等資本中價業務增長迅速 截至6月底半年 純利大增318.62%至56.37億元人民幣 其總資產短短半年就由去年年底翻了一倍 增至4067.5億元人民幣 其股價作開始一度抽升余百分之十五 最終升百分之八點六六 收報八點二百元 兩日前銀河股價一度低見四點九百元 雞尺寺 雞尺 雞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